古语有云,先礼后兵 作为光子表妹 我和敌人哪怕是对手 那也要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和交涉 所以我先下去和他交涉一番 看看能不能和平解决 要让敌人见识到光子表妹的素质 懂吗 说不过再打 那要是说过了呢 嗯,你直气壮的打 我云 哇哟 呱呱呱呱呱呱呱鸡嘞 我去,谈判破裂了 对方太没素质了 成熟的吃鸡玩家是来实力说话的 打死你们叫金龟酸 这边没人了 要去别的地瞧瞧 这么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 把你队友喊下来 一块就下来飞机吧 哦,杀了我队友 光剪子弹气不过 衣服嘛 衣服嘛 也必须给他扒了 哎,你还别说 这衣服和我的小粉熊 嗯,挺配的 呵呵呵呵 这边没人了 我得去找个人问问 表哥国庆给我放几天假 呀呀 让你们欣赏一下我的外交艺术 可恶 还有你们俩全都斯拉萨利 前面的群人帮助抓消息 赶紧用来 哎 不是 我就想知道表哥给我放几天假 有这么难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见